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JS的一個小百貨小商品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車型是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五代近戰 我們知道近戰車系在台灣已經其實上市很久了 在某些部分它幾乎是沒有什麼變更的部分 如果變更的話其實差異性不大 那像在五代的部分呢 其實引擎的主體部分呢 跟從一代到五代都是幾乎是一樣的東西 除了噴色化以外其實改變的幅度並沒有非常的大 但許多地方都是通用的 那像這個部分呢就是機油的壓力減壓棒 這個是JS退出的一個商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的減壓棒呢 大概長度我們用這個 用手指頭稍微比一下 麥克蘇珠的手指頭 大概是一個實質的一個長度吧 它有分很多層 第一個它裡面有挖空 第二個它有像這個散熱旗片這樣一片一片的散熱 然後最主要是多多少少可以幫助這個引擎做一個降溫的動作 最用意是在這樣子 但事實上呢可能也是造型好看居多比較多一點點 那你說真正要降溫的話 效果可能應該是非常的有限 那基本上還是一個造型為主 它可以取代原廠的一個機油齒 但是它並沒有這個油齒的一個深度的一個功能 那單純就是一個上半部的一個造型的一個部分 30次鋁合金所製造 那顏色的話像我們常見的黑鏡紅藍啊 這個部分的顏色都是有的 那運用在YAMAHA的125的所有車系上面 還有光陽的所有的車系都可以使用 因為像還有包含HONDA的這個車型這個部分呢 幾乎都可以使用 因為在這個部分來說 光陽、三陽以及YAMAHA125的車系 這根牙區的話都是幾乎都是一樣的 通用的 當然如果像3列100cc的 它就不一樣 跟ADRES跟SUZUKI的就不一樣 那基本上三陽光陽跟YAMAHA125的車系都一樣 包含像這個S-Mass Force等等 都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呢這個東西是非常的便宜 然後呢又好用 然後這個外型上其實又不錯 那我們把整體外觀來看一下 它搭配起來其實 呃 以這個價位上來說的一個產品 應該是沒什麼得挑啦 因為它基本上是很便宜 然後就有一個很棒的一個價位 加上JS商品呢 都是在台灣本地呢製作的 應該是不會這個 呃 有這個 烙軌的一個情況 那上面呢可以用這個外 呃 內六角 那外面可以用外六角去做開啟的一個動作 那或是你用內六角插進去 直接可以轉 旋開 那喜歡陪我們參考看看 或是我們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